身體拍下一名男子戴著安全帽 在公寓門口晃來晃去 不斷盯著眼前的白色機車 但這不是他的車 牽走就算了 男子大費周章 在機車後車輪鎖大鎖 車主好傻眼 還花了五百元 請鎖匠解鎖 身發地點就在新北市淡水區新明街 這裡有很多學生租屋 因此機車格根本就不夠停 26號凌晨十二點 呂大聲把機車停在住處樓下 要其實發現車子怎麼不見了 待會監視器看到一名陌生男子 擅自把他的車移到數十公尺外的超商 而且還上了大鎖 大學附近的小巷內機車停滿滿 住戶還得移車才有位置 但這樣的日常不習慣也沒有辦法 不過沒想到竟然有人憤而鎖車 該男子的行為已涉犯刑法強制罪 本分局目前已鎖定涉案車輛 將通知車主到案說明 動手移車還上鎖 警方已經鎖定男子身份 要釐清動機 華視新聞 潘宇淳 張若平新北報導 哈囉 我是林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